大家好,我是阿忠 饺子人人都爱吃 但是我们在家里边调饺子馅 总是调不好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一款 酒店里边不外传的 调饺子馅的小绝招 保证你在家里边调到饺子馅 不腥不柴 鲜香嫩滑又多汁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橙浆水烧开 下入八角、香叶、花椒 我们给它煮出香料水 给它煮个五六七八秒 然后关火晾凉备用 再准备一块厚豚肉 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用吸水质 把猪肉上面的水分给它斩干净 用刀给它切成条 调饺子馅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们尽量选用三分肥七分瘦的肉 或者是四分肥六分瘦的肉 都可以 然后再把肉给它改成小块 在这里和大家调料一下 我们在切肉的时候 这个筋膜千万不要去掉 因为筋膜去掉之后 我们吃到嘴里边的水饺 就没有口感了 想想小时候我们在家里边吃水饺 有没有把筋膜去掉的 根本就没有把筋膜去掉 留着筋膜吃起来更有口感 好 都给它切成这种小丁就可以了 所有的肉切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绞肉机中 吃饺子自己在家做 安全卫生又放心 盖上盖子 打成有颗粒的肉馅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啊 肉馅还是打得不要太细 打得有颗粒 这样吃起来更好吃 如果有不一样见解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 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把搭好的肉馅 倒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肉馅搭好之后 我们开始调制肉馅 首先我们给它加入五克的食用盐 这样才更容易打上劲 肉馅吃起来更弹 加入十克的鸡精 少许的蚝油 十五克的一品鲜酱油 十克的生抽 五克的味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再给它加入少许的花椒面 因为花椒面能更好的去腥增香 再给它加入五克的白糖提鲜 接下来再把我们泡好的大料水 分三次给它加入 加入之后 我们用手朝一个方向给它打上劲 把水彻底的给它吃进肉馅里 香料水彻底的吃进去之后 再给它加入第二次香料水 加入之后我们继续给它打 再次把水给它打进肉馅里 打进去之后 第三次加入香料水 再次把香料水给它打进肉馅里 这样打出了肉馅又鲜又嫩 不腥不柴 而且特别的香 我们再把剩余的香料水给它倒进来 避免浪费 如果想吃肉馅嫩一点的话 我们就一斤肉馅可以加入 四两到五两的水 这样打出了肉馅非常的鲜嫩 如果想吃灌汤的 那么一斤肉馅就要加入六两左右的水就可以了 大家在调制肉馅的时候 尽量一次性给它打上劲 不要打打停停 那样打出来的肉馅很容易泄力发柴 吃起来成渣 肉馅我们打至什么状态呢 大家看一下 打至成这种油光水量 而且我们用手搅动的时候 感觉有足力 有搅不动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了 有粉丝在评论区问我 放生抽和一瓶鲜酱油有什么区别 在这里和大家解释一下 放一瓶鲜酱油是为了增鲜 放生抽是为了调味 虽然说它们统成酱油 但是肉化不一样 朋友我们在调制肉馅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入料酒 即使我们选入啤酒 也不要选入料酒 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了 如果感觉颜色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酱油调色 打好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根据个人的需要 给它加入葱姜 然后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菜籽油它能更好的去腥 而且吃起来更健康 再淋入少许的小末油 然后中小火把油给它烧热 烧熟 菜籽油不烧熟的话容易腥 烧着微微冒烟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把菜籽油浇在肉馅上 好这样小味就蹭加就上来了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这一款万能的肉馅就调制完成了 按照这种方法调出肉馅 既可包包子又可包角鹅 接下来可以把我们喜欢吃的配料给它放进来 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吃法 就是韭菜馅 然后我们把韭菜摘洗干净之后 给它切成小丁 韭菜切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大家记着韭菜切好之后 千万不要直接放进肉馅里 因为那样盘出来的肉馅韭菜容易变色 而且不利于肉馅排酸 韭菜里边我们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这样能防止韭菜变色 也能浮住肉馅排酸 然后我们把熬好的料油给它浇进来 这样能更好的锁住韭菜中的水分 预防韭菜出水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把它倒进肉馅里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份饺子馅就调制完成了 色香味俱全 而且鲜嫩多汁不出水 学会这款调制肉馅的技巧 无论你调制什么肉馅 都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 而且自己在家调出的饺子馅 安全卫生零添加 绝对没有高科技和很活 让家人吃着安全又放心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或者你又更好的调制 饺子馅的方法和技巧 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 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之所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